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 我想要不咱们先聊聊心情吧 这两天的心情不太好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一来呢 我一直以为啊 我的观众群是非常棒的 不光是对我这个频道非常的支持 而且呢 个人的素质也都非常高 都非常的知性 对我视频中的一些错漏啊什么的 也都是非常的宽容 我这个频道啊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挺单调的 也没有什么电视剧片段的插入 图片的插入 也没有什么背景音乐和后期复杂的编辑 更没有什么帅哥美女帮衬 每期就这么一个有好几层下巴的中年油腻男 在这里嘚嘚嘚嘚嘚嘚嘚的半个多小时 还真有人来看 从去年的4月份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一年了 不管是观看量还是订阅的人数一直都是稳定的上升 有时候啊 我都不禁要问自己 我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大家如此的厚爱 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 我对各位观众朋友呢也是满心的感谢 但是 重要的来了 但是自从上期节目播出以后 我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 看了以后呢 我心里就变得拔凉拔凉的 我觉得我的好多观众朋友们啊 都缺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品质 什么呢 就是同情心 上期节目我几乎是声泪俱下 如气如素的跟大家述说了 我的仕途中断的经历 那么一段悲惨的经历 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位观众朋友对我抱与同情 所有有关我仕途夭折的留言 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就是 幸灾乐祸性 就是留言说 Franca 你不走仕途挺好的 你要走的话 我们就听不到这样好的视频了 说这些话的人 你们知不知道我对仕途是多么的热衷啊 知不知道梦想破灭的感觉 第二种类型呢 叫同步不相连性 就是留言中说 也当过客代表 后来仕途中断的那些人 虽然说是同病 但是呢 也没看出有什么同情来 最后一种类型呢 人数最多 我把它命名为沾沾自喜行 或者叫做把欢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行 这个类型的留言的特点呢 就是标榜自己 我是语文课代表 我是英语课代表 我是法语课代表 我还是班干部 而且一直没有中断仕途 有说自己是文艺委员的 有说自己是体育委员的 还有人说自己是副班长 相当于书密院副史 更有甚者呢 还有人说自己是中队长兼生活委员兼历史课代表 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 你们班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反正啊 这类型的留言是最多的 就没人对我寄予一点同情 每个人过来都撒一点盐 都撒一点盐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的伤口做成烟菜啊 这些人的人名我都记在我的小本子上了 咱们年终考核时再见 现在大家可能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心情不太好了 其二呢 是最近几天呀 我又受累看了几集大宋公司 关于这部剧历史方面呢 我是不想过多的评说了 反正已经认定你这部剧是细说或者说叫胡说 那大不了就是我在以后的视频节目中正说 找机会呢 把一些正确的历史知识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 让朋友们不受这部剧的一些影响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也不会过多的责备这部剧的编导们 但是有些错误呢 让我觉得这部剧的编导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比如说有一场戏 地震了 两个皇子 一个是楚王 一个是徐王 两个人在废墟上寻找被埋在下面的他们的皇帝老爸 然后不知为何就争吵起来 其中一个呢 义正词严的对另外一位讲 说父皇尸骨未寒如何如何如何 他父皇现在还不知道生死呢 怎么就变成了尸骨未寒 就是认定已经死透了 他没说他父亲尸骨无存 已经算是最大的孝道了吧 还有一句台词 好像也是在这两个皇子之间 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 说父皇年幼的时候就喜欢三弟 他父皇年幼的时候就有了三弟了 那就是说年幼的时候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了 就是说像这类错误 不管是编剧呀 还是导演呀 或者任何剧组的工作人员 如果认真一点都能够很快的发现出来 但是居然这样的错误会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观众面前 那只能让大家觉得这个制作团队太不专业 太不认真了 我这两天看的这段剧情呢 是描写禅渊之盟签订前后的那段经历 然后呢 我就发现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的人物在这部剧中出现了 是谁呢 是杨四郎 关于杨四郎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 不过我们对他的了解呢 并不是从史书上 而是从以前的评书或者经剧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杨四郎 知道有一部剧叫《四郎探母》 知道杨四郎后来被俘以后呢 就娶了辽国的公主为妻 历史上呢 不能说没有杨四郎这个人 据说杨叶确实有七个儿子 但是呢 确实没有杨四郎的这些事迹 杨叶的这七个儿子 除了最小的儿子杨炎玉 是和杨叶一同战死的以外 其他的几个儿子呢 应该说都是得到了善终 当然了 最有名的儿子就是杨炎昭 杨六郎 之所以叫杨六郎 并不是因为他排行老六 他的原名应该叫杨炎朗 是排行老大 是杨叶的长子 这个六郎的称呼呢 是契丹人给他起的 为什么起这个称呼呢 是因为当年契丹军大举难犯的时候呢 有一次是萧太后亲自带领着几十万大军南下 途中要经过一个小城 叫威鲁城 这个威鲁城呢 只是一个小城 相当于当时军队的一个后勤转运战 城防呢 也不是很坚固 驻守的军队呢 也很少 而当时城中的首将就是杨炎昭 杨炎昭就带领手下的这几千名士兵 而且动员了城中的大部分南丁 都上城楼上去驻守 死命的抵抗住了契丹军接连不断的进攻 最初萧太后是没有把这个小城夹在眼里的 但是没想到这个城他就是迈不过去 后来有一天深夜突然降温 杨炎昭就命令士兵们往城墙上开始泼水 等到第二天早上 契丹士兵们看到的是一个荧光闪闪的一座冰城 他们也就意识到这个城他们拿不下来了 这一战是杨炎昭一战成名 后来没过多久 契丹皇帝耶律龙旭的弟弟耶律龙庆 又带着大批的人马进犯威鲁城 杨炎昭这次是没有固守 而是主动的出击 他和他的同伴 一个叫杨四的将军 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使杀敌无数 后来一直坚持到了宋军的大部队赶到 与辽军以重创 辽军此战损失了两万多人马 宋军是大获全胜 这一战以后 契丹军再一次领教了杨炎昭的英勇神武 所以从此以后就称他为六郎 为什么叫六郎呢 是因为契丹人认为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星 是掌管幽烟之地的 所以在他们心目中 杨炎昭就是契丹国的颗星 是天上那颗星的人间的化身 契丹人也是崇敬英雄的 所以他们对杨炎昭也是又敬又怕 虽然说杨炎昭非常的英勇神武忠诚 完全继承了他的父亲杨叶的一风 但是呢 凭心而论 在历史上他并没有像评书中所说的那样 起到那么大的历史作用 他并不是对辽作战的统帅 这方面和南宋的岳飞 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杨炎昭最高的官职呢 做到了高阳官赴都部署 这个职务呢 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副司令吧 所以呢 他并不是一个独党一面的人物 在他57岁的时候呢 病逝于边关 杨炎昭可以说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了北宋王朝的北部边关上 所以说 他也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我一说到这民族英雄啊 可能有一些人呢 会提出异议 认为呢 现在汉族和契丹族呢 已经融为一体 都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 所以呢 像杨炎昭 像岳飞这样的人呢 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所以呢 五胡乱华就不能说五胡乱华 应该说五胡入华 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得到允许以后才进来的 这个问题呢 我是这么看的 判断当时杨炎昭也好 岳飞也好 这些人 他们当时面对的敌人是不是异族 并不应该由我们现在的民族构成来决定 不能说因为现在契丹人也好 金人也好 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 那么就说那个时候他们也属于同一个民族 而是应该由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当时的时候 契丹人和汉人是不是不同的民族 金人和汉人是不是不同的民族 是要看当时 比如说在五胡十六国时期 中原的百姓是不是把显卑匈奴折抵枪 这五胡是作外族 在北宋时期是不是把契丹人西夏人视作异族 在南宋时期是不是把金朝的女真族视作异族 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这些少数民族对当时的中原人来说 都是不折不扣的 一族 而为了反抗一族的入侵 而奋起抗战的这些英雄们 都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 不能因为时至今日的事过境迁 就把以前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内战 以前的民族英雄变成了内战专家 我觉得这样做对历史是不尊重的 如果有一天中国和日本融合成了一个民族的话 当然了 我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那么又该如何评价现在我们公认的这些民族英雄呢 难道我们也要把他们民族英雄的光环撤去吗 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当时的历史情况 历史条件 尊重当时人的想法 而不能因为要迎合某些需要而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 不好意思 又稍稍发了点感慨 咱们继续回来说那位杨四郎 在这部剧里啊 和杨四郎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王继忠 这个人物呢 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而且他恰恰就是杨四郎在历史上的原型 这个编导把王继忠跟杨四郎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 是不是想让大家做一个二选一 反正总有一个是对的 在历史上 王继忠呢 是出身于将门 他的父亲呢 是跟随宋太祖跟宋太宗四处征战的一个将领 后来呢 战死在了沙场 为了后代烈士的家属 宋太宗就把当时年幼的王继忠收入了湘王府 湘王呢 就是他的三子 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所以王继忠从小是跟赵恒一起长大的 两个人的关系呢 当然是非常的亲密 后来赵恒登记以后 王继忠呢 就得到了重用 官职也升得很快 再后来契丹兵难犯 王继忠就被宋真宗赵恒派上了前线 做当时主将王超的副将 后来呀 在一次战斗中 王超和王继忠带着所侠的部队呢 和契丹兵混战在了一起 后来王超意识到自己的兵力太薄弱 所以他就首先的撤退了 但是他撤出来了 王继忠并没有撤出来 反而被契丹的骑兵切断了后路 王继忠的部队就变成了一支孤军 因为王继忠身着的铠甲明亮耀眼 所以那些契丹兵对着他是蜂拥而至 王继忠手下的将士们为了保护他也是死伤无数 最后他的这支部队全部战死 王继忠也是历劫被俘 蕭太后了解到了王继忠跟赵恒的特殊关系 同时呢 也非常敬佩王继忠的忠勇 所以呢 就有心收服 说起来蕭太后还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他对于很多北宋被俘的将领都是有心收复 而且他对这些降将也并不加以歧视 而是一视同仁 我想这和契丹的传统有关系 想当年韩德让的祖先不是也都是从中原俘虏过来的 后来对辽国也是忠心耿狗 真的把辽国当成了自己的国家 王继忠后来也答应了蕭太后的劝详 算是成为了契丹军的一员 因为当时他的夫人孩子还都在宋朝 所以蕭太后为了安住他的这颗心 特意让他在辽国成了家 不过 娶的并不是契丹女人 而是找了一位当时辽国贵族中的 康姓的汉族人的女儿 作为王继忠的妻子 当然了 更不可能像评书中说的那样 把辽国的公主嫁给他 看过我做的关于燕云台的那几期视频节目的朋友们 肯定非常清楚 辽国的公主是姓耶律的 所以他一定要嫁给姓肖的 这是王族跟后族之间的通婚 这是铁定的律条 在辽国历史上 我印象中只有辽氏宗耶律卵曾经娶过一个姓真的女子为皇后 就是历史上的真皇后 辽氏还不承认她是皇后 其他的耶律家的女儿呢 都是嫁给了姓肖的 肖太后总共有三个女儿 分别是耶律观音女 耶律严寿女和耶律长寿女 其中耶律严寿女和耶律长寿女这些俩呢 嫁给了肖家的两个亲兄弟 一个叫肖牌甲 还有一个叫肖恒德 其中这个叫肖恒德的驸马呀 最后是被肖太后处死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公主生病 所以肖太后心疼女儿 特意把身边的一个侍女 派过去去伺候公主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肖恒德居然和这个侍女好上了 结果被公主发现 公主因此被气死了 肖太后知道这事儿以后呢 就直接处死了这个肖恒德 肖太后另外一个女儿 那个叫耶律观音女的 也是嫁给了姓肖的 好像是叫肖济仙 而且啊 这些公主的封号呢 都是叫什么魏国公主啊 赵国公主啊 都是什么什么国公主 没有像剧中出现的什么铁镜公主 听起来像是铁扇公主 她堂妹似的 王继忠在辽国娶妻生子 生活呢 也就安定下来了 后来在景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1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是宋辽大战于蝉渊 当时宋辽双方啊 其实都有和的意思 但是当时双方正在打仗 也没有什么沟通的渠道 这时候王继忠正好能够扮演这个从中斡旋的角色 所以王继忠就给宋真宗赵衡写了一封信 初步表达了辽国求和的印象 宋真宗赵衡在之前以为王继忠已经战死沙场呢 已经给他追封了节度使的职务 而且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在朝中做了官 没想到王继忠还活着 但是赵衡这个人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容的 他并没有过多的责备王继忠视其为叛徒 还是继续让他在从中斡旋 最后终于宋辽双方在王继忠的斡旋之下 达成了缠缘之盟 对于两国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非常利好的事情 在以后 宋真宗赵衡每次派使节去辽国 都要给王继忠送去很多的礼品 王继忠每次拿到这些礼品 都是痛哭不止 思念自己的故国 而且他还多次表示 想让赵衡想办法把他接回中原 但是因为宋辽双方在缠冤的时候 已经签订了协定 就是双方都互不遣返被俘的将领士兵 所以呢 赵衡也很为难 就跟王继忠说 说你可以跟辽国的皇帝商量一下 如果他们愿意放你回来的话 我可以多出钱粮 就是要把王继忠赎回去 但是 辽国的皇帝对王继忠也是非常的信任 而且也是非常的重用 就一直也没有答应王继忠这个要求 王继忠在辽国最高坐到了南院的疏密室 最后也是病死在了辽邦 他当年在赵真王府的时候呢 据说有一天呀 有一个算命的 给他们这些王府的侍从们算命 其中当给王继忠算的时候 这个算命的说 你将来是半生十汉路 半生十葫路 当时大家都是大笑不止 以为不过是一句玩笑 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虽然王继忠再也没有回到宋朝 但是宋朝不管是宋真宗 还是以后的宋仁宗 对他的家属都是特别的优待 宋真宗还特意的披了一块地 让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建造自家的府地 这个地方呢 叫天波门 或许这就是评书中所说的天波府的来历 所以说呀 杨四郎的历史原型就是这个王继忠 而在这部剧里头 让杨四郎跟王继忠同时出现 这个有点让李逵跟李鬼同框的感觉 另外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在剧中杨四郎在辽邦的时候呢 给自己取名叫木义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就是故意隐藏自己姓杨的身份 所以呢 把杨字拆开变成了木义二字 当然了 这里说的杨肯定指的是繁体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杨的繁体真的是木义吗 来自大陆的朋友呢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使用繁体了 所以可能不太熟 但是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华人朋友 大家想一想 杨真的是木义吗 初看起来好像是 但是仔细一看 杨字还多了一个横 亦是上日下雾 雾就是非礼雾式的雾 而杨的右边的攀旁是一个淡一个木 多了一个横 这是一个古字 就读阳是虚日东升的意思 在古文中同我们熟悉的那个太阳的阳 所以杨字的音就是源自于他这个部分的偏旁 和那个意完全是两个字 看来呀 杨四郎不仅是一个文王 而且呢 还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否则他不会连自己的姓氏怎么写都不知道 当然了 这怪不了杨四郎 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是编导的水平问题 更是工作态度问题 这点小事上如果稍微的认真一点 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另外呀 这部剧中的很多非宋朝的称谓 也是让人大惑不解 明明在之前的清平乐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这部剧的编导们只要偷偷懒 抄个作业就万事大吉了 说起来呀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 也抄过作业 抄的很有水平 跟同学们写的是一模一样 只有一次 好像是抄的猛了一点 那次是把同学的名字也抄下来了 在这部剧里 我们经常听到皇帝说 镇怎么怎么样 镇怎么怎么样 其实啊 在宋朝 皇帝只有在极正式的场合 比如说会见外宾 举行大典或者大朝会的时候 皇帝呢 才用镇这个字眼 一般情况下 就用我 跟老百姓是一样的 而且皇子们也不会称呼他们的父亲叫父皇 而就是像老百姓一样叫爹爹 而且呀 在剧中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寇大人呢 王大人呢 其实这个称谓也是错误的 其实大人这个称呼呢 在宋朝只是指的是自己的父亲 不会指的是官员 元朝以后 大人才用来称呼官员 所以我们以前看到的什么包整包大人呢 等等 这些称谓呢 其实用的都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称呼 在剧里我们听的很多 就是皇帝经常说爱卿什么什么 爱卿什么什么 这个错的就更加离谱了 在宋朝皇帝称自己的大臣 通常是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一个卿字 比如说扣准 他可以称他为扣清 吕端可以称为吕清 吕端跟扣准最后都是载质人员 所以呢 又可以称呼他们为扣相和吕相 那爱卿又是什么呢 爱卿呢 是出自于南北朝时期刘依庆编撰的那本是说新语 是男女之间做一些亲密动作的时候的一些称呼 有点类似于英文的honey啊sweetheart啊 这类的称呼 甚至呢 比这更加的亲密 在宋朝官员或者百姓称呼他们自己的皇帝呢 通常就称作官家 这点呢 大家在清语乐中听到的非常多了 其实用官家称呼皇帝呢 并不是宋朝的首创 在东汉的时候就有了 不过呢 很少用 而到了宋朝官家才成为了皇帝的专有称呼 原因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宋朝的一切的称谓呢 都显得比较的亲民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称谓 就感觉不像以往的朝代或者以后的朝代那样 皇帝高高在上 官家这两个字呢 怎么都显得比什么天子啊 陛下呀什么的更有人情味 其实恐怕宋朝的皇帝也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称为官家 有一次啊 宋真宗喝了点酒 就问他身边的一个士徒叫李中荣的 就问他为什么他们都称我为官家呀 这个李中荣很有学问 马上就作答说 三皇官天下 五帝家天下 兼三五之德 故曰官家 在这部剧里的 我们更多的听到是以陛下这个词称呼皇帝 陛下这个词呢 是用于非常非常正式的场合 说起这个陛下这个词呢 我可能又要跑一点提 大家知道 在古代有很多对对方的尊称 比如说陛下 殿下 阁下 族下 这些都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啊 很简单 这些称谓呢 都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因为特别尊重对方 所以眼睛就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看对方的脸 只能看对方脚底下站的地方 陛下指的就是丹帝之下 丹帝就是朝堂上的那个台阶 皇帝在上面 臣子在下面 对于皇后 皇子以及亲王 通常呢 称为殿下 对于士大夫官员 一般称为阁下 族下呢 就称呼日常的那些朋友 皇太后呢 通常是称为殿下 但是如果皇太后临朝了 就要被称为陛下 所以啊 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这部剧 当演到刘娥以皇太后的身份听证的时候 臣子们是如何称呼她 是陛下呢 还是殿下 正确的叫法应该叫 陛下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管皇帝叫陛下 而不是叫毕上呢 因为皇帝毕竟是站在丹臂之上嘛 而且上也比下要更加尊贵一些 为什么叫陛下呢 原因呢 就要从陛下这个词的起源开始说起 最早啊 应该是在秦朝的时候 在朝堂之上呢 皇帝呢 是坐在丹臂之上 然后离皇上最近的 就是站在丹臂之下的几位侍从 因为皇帝是神之子 而大臣们为了表示尊重 是不可以跟皇帝直接对话的 所以如果他们有什么事情要起奏的话 他们要通过那个侍从来转达他们要对皇帝说的话 所以大臣们是先要跟这个侍从说话 而大臣们又该怎么称呼这些侍从呢 可能有的侍从的名字 大臣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 就通常称呼他们为陛下 其实啊 大概意思就是大臣想跟皇帝说话了 就对那个侍卫说 说站在丹臂下面的那位 麻烦你问问皇上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然后呢 侍从官就把这话转过去 问皇上 您吃了吗 然后皇帝就说 我没吃呢 你请吗 这侍从官再把这话带给这个大臣 皇帝说了 他没吃呢 让你请客 然后这大臣呢 就作一个依 说皇帝盛名 臣告退 哎 反正基本上啊 就是这个过程 到后来呢 皇帝也觉得这样沟通方式呀 实在是太繁琐 于是就把侍从这个环节去掉了 变成了皇帝跟臣子们直接对话 但是陛下这个称谓 也就算是固定下来了 成为对皇帝的一个专有称呼 其他的称谓 殿下呀 阁下呀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平常人之间的称呼 就叫足下 这个足下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呢 我又得跑一下题 大家知道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崇尔 在他成为国君之前呢 有过长达19年的各国的流亡生活 当时是晋国爆发了利基之乱 利基呢 就是他的继母 他的继母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呢 就就赶走了当时的公子崇尔和他的弟弟 公子崇尔就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他走了很多的国家 有些国家呢 带他以礼遇 比如说 我们以前讲过的齐国 齐国 国君呢 把自己的女儿齐江嫁给了他 还有他流亡去的最后一个国家秦国 秦国呢 也把女儿嫁给了他 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文营和博营 也有对他好 但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 楚国 楚国国君呢 就曾经问公子崇尔 说 如果我帮助了你 那你将来如何报答我呢 崇尔就说呢 如果我当了国君 以后 楚国跟晋国如果开战的话 我会让晋国的军队退避三社 如果还得不到您的原谅 那我再与您正式交战 这就是退避三社这个成语的由来 这些国君呢 还算是对他不错 也有对他不好的 比如说 他路过曹国的时候呢 几乎被曹国的国君性骚扰 曹国的国君还差点把他的裸照放到网上 如果按现在的话讲 当年的崇尔就类似于现在的网红 如果把这样一个网红的裸照放到网上 那肯定是妥妥的头版头条 点击量瞬间过异 有一次啊 在逃亡途中 崇尔随身所携带的钱粮 都被他的一个随从给卷跑了 一连好几天吃不上饭 崇尔这时候已经累的走不动了 他的随从中有一个人叫戒子推 这个人呢 就偷偷的跑到一边 从自己的腿上割了一块肉 熬成肉汤给崇尔喝 这就是历史上的歌谷奉军 后来崇尔在秦国的帮助下 回到了晋国 当上了国君 他就封赏了那些跟他历经患难的臣子们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崇尔登上王位以后太高兴了 还是当年他喝的那个肉汤不合他的胃口 反正啊 他是并没有封赏戒子推 戒子推也是一个性格高洁清高之人 他也不在乎这些封赏 而且他还认为那些毛曲国君封赏的那些人呢 是窃天下之功 他也不愿意以这些人为伍 于是他就自己带着老母亲 上了棉山 在那里隐居了下来 戒子推这种是功名仕途如粪土的人呢 很让后世的某个人是汗颜不已 后世的那个人 因为丢了历史课代表 而一直耿耿于怀 想起来啊 真是惭愧惭愧 后人也有诗赞戒子推 说 但始亡人能返国 耻江骨肉亦封猴 过了些日子呀 晋文公崇尔不知道怎么又想起这个戒子推了 可能是突然想念那个熟悉的味道了吧 所以呢 他就开始四处的找戒子推 戒子推知道晋文公在找他 不过他可能琢磨自己这腿上的肉还没长上呢 所以呢 也不敢轻易的应召 所以呢 就继续在棉山隐居 后来晋文公亲自带着人到棉山来寻找戒子推 戒子推还是不下山 有一种说法是 晋文公听信了某个人的建议 就命人在几个方向上点火 只留一个出口 希望在这个出口能够接到戒子推 但是后来啊 没想到戒子推还特别倔 宁可把自己烤了 也不给他做肉汤了 他就抱紧一棵槐树 然后就被活活的烧死了 晋文公见到这种情景呢 是非常的伤痛 于是就命人从这棵槐树上取下木头 做了一个木鸡 然后自己穿在脚上 时而就对着木鸡说 足下 足下 悲呼 悲呼 这就是足下这词的由来 这个古人的想法啊 我也实在是搞不懂 你说晋文公把这个 可能是戒子推的灵魂细于其上的木鸡 踩在脚底下 还天天的喊悲呼悲呼 患了谁整天被踩在脚底下 都会觉得很悲呼吧 况且晋文公你能保证你每天都洗脚吗 为了纪念戒子推 晋文公崇尔还把每年的这一天的定为了寒食节 就是在这天不能生火 只能吃零食 据说这也是寒食节的由来 当然了 很多史学家呢 还有另外一个看法 说寒食节和钻木取火有关系 这点呢 咱们就不展开了 寒食节一般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 我估计大家看到我这期视频节目的时候 应该就是寒食节前后了 以前我看过很多的古装剧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历史顾问 比如说如果是清宫戏的话 会有一些清史顾问 明朝的戏呢 会有一些明史顾问 我没有注意这部剧中有没有历史顾问 如果有的话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历史顾问以前有没有当过历史科代表 最好是被撤了职的历史科代表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